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喂哈佬哈佬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7日 那些人似乎呢还蠻关心 这个贪磨连任与否各样那些 最近有VV捞捞啦 跟着又把锅射了给比加超 跟着他们之间又一轮年宵大打各洋 其实没有的 他们有牌 不过就会搞到你 今回有个不好的消息 就告诉给大家听 但是算了这些东西 等他落实才算了 你避得就避 但是就不知道他几时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立鸭会 他挂炉烧鸭 随时又过些不知什么的 上次才交了两千几百亿给他 如果好好看看 仍然是数字控制得好地地 是零的 他说清零的 我想大家就不会太过言依盈盈 我们叫做 他拿多少就拿多少 不要搞到我们就行了 桃兔悲宴 就不是图穷悲宴 今回葡萄成熟尔 这里他就倡议立法 要强制那些长者去撑科技伏技 建议只要有两个医生许可 哇他会做事 反过来政府不用承认这个责任 今回就是搞定了 他说只要有两个医生认可 就可以捉了他 然后强制撑科技伏技 两个医生而已 我和你数吧 孔帆毅 许树昌 刘雨龙 梁子超 共产教授梁卓偉 共产医生 源国勇 那你们自己选 两个肯定ững 那就可以得付 全部给他 裂整wa 如果用范经 20 两个医生搞定 亦就是说他立了这条法 não 我们来看看,你不要镜定,他落实了才算,他说的就很多事,就等于那个全民叉叉那样,他又看下,就看情况了很多东西,有时他觉得做来,如果有欲无荣的时候,他又免得做了嘛,已经拍了手掌,小心洗得良万年船,就已经看我的了嘛,搞定了,就不用做那么多东西,省了一些功夫那样,我们来看看叶楼淑宜说什么, 一人党的嘛,他那些叫,剩下他一个,之前已经落了马的了嘛,不过没有啊,由于他那个五缸十式建制派内激烈竞争,那个夏宝龙说的嘛,就选了那个陈嘉佩,各样荣可因那些,是不是啊,总之奇形怪状呢,开这个怪兽公司,那在这个立法会那里,你会见到很多这些这样的人,就随时可以过的了,那些议案,中意过的时候就过了,但都还不过了, 还要向中央请示,那意思呢,嘿,什么呢,拜拜啊,那些政策都要向中央指示啦,请示不是指示,他没得指示人,他只能够请示,啊,习哥哥,啊,你觉得怎样呢,而这帮,这样的甲拐就更加是, 话说在25号3月的时候呢,他走去探访,哎,你别走过来搞人啦,去了官堂佛教审马瑞英,护里安老院那里,宋镇那些物资,还要拍照那里,有多少盒呢,123456788盒东西,哼,拍照的,啊,整个沙龙那样, 贴了出来啊,为什么啊,喂,拿分的,啊,他又不会的了,他已经,就是你说下任是不是叶楼呢,啊,写包单不会,就不好意思,中央用人方面呢,其实当日我是这么说的,我说宁愿是以葡萄成熟而造的,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啊,至少他没有这么挑战,但是,你知道啦,共共那些东西一定是找过他认为啊,啊,啊,醒目的,我说完了的啦,好了,那对于香港那个语化星先来灌绝全球,那他又赖老人家啦,就说60岁以上啊,那些长者,啊,佔了总数六成,哇,香港的长者洗得哦,人家外国的那些数字是比六成更加严重的,大家知不知道啊, 哇,那就是说,哇,金回,不只是那些老人家有事啊,他那个疏忽照顾的情况好严重,英国的数字比他好多啊,啊,他都不知道怎么做的,哎,香港的医疗制度啊,你真是,但是没有,因为呢,啊,洗了很多一群群的金钱,那医疗期刊啊,那些柳叶针啊,那些,啊,就绝对会和他写好话的,就说可能是行政失误啊,失当啊,他又不会在那里讲, 讲那些共产医生袁国勇啊,共产教授许树昌各样那些东西的,原因,还要这帮人,拿着个牌头就冻住在那里,如果你说真正有职业操守的,那当然就是沈祖瑶教授那些啦,马仲仪医生那些啦,他们就一早已经移民他方,这个是最好的选择,就包括陈冠宗医生那些啦,没记错有个名的嘛,儿童科,心臟权威,这些全部都是一等一的良医, 而至于那些劣等的,不是靠能力的,啊,坐在那里逗人工的,全靠宣传的,有空就走去做下渠王的,那当然就留在那里啦,你没想过的,你以为他很把炮,好使得,实际上走去港大的那里逗粮逗了很久,全靠都是个成绩,这个就是共产教授袁国勇啦,你听都不make sense啦,他跟你说,哎,可能是因为抽了那些先锋啦,出了去,所以呢,就搞到其他单位人, 有事,跟着又跟你说,哎,可能不要开那个先锋啦,局住在里面,所以里面的人有事,啊,你说什么呀,就是我开不开先锋都有事,跟着呢,就走去,啊,我怀疑他跟那些空调系统那些都有生意来往的,真是,啊,走去说,哎,要符合某些先锋系统的规格,才可以营业,啊,这样,那样,你那里不是盘满 那,anyway,有一个叫林正才的物体建议,那个,哦,就是做眼睛那个,他应该改名叫林偏才,我就经常跟你说,就是那些名字是反过来的,他写着正才,就不是玩正才的啦,玩偏才的,一波发达的那些,甚至乎你看一下他的portfolio, 可能是好像啊,范红灵那样的哦,就是在那里炒旗游,炒那些accumulator的哦,你不知道的,好多医生是炒这些炒老的,我认识得多的, anyway,他就说了,应该立法,就由医生去决定,哎呀,原来想把关,正才卿,呵,林正才嘛,不过,都有其他人觉得是这样不行的,谁顶住呢,是那些社福组织,那这个是生命伦理学者来的,他叫做勾结成,哇, 那我就说了,你的名字反过来,这个就好人了,整个名字写着勾结两个字,结果呢,就反而是清纯的,不好意思,他真的叫个这样的名字,叫做勾结成,他就说,反而这个说回正常的,因为呀,当长者撑科技伏技不是急切的任务,但是林正才当然就不会放弃啦,所以他又想输,他就说要制定法例,和在紧急情况下授权那些医生, 就帮长者去撑科技伏技,有个不好的消息讲给大家听啦,这个是我认识的,啊,个案来的,真是,哎,那些屎口不认的,那一个数字,他当数字处理的,就是今时今日香港的医疗系统,一个数字就一个数字啦,啊,他不会讲些什么,流水式作业,啊,我们叫流水式作业,就是你进去,出来,出来那件货到底是怎样呢,这样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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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 一部都是一个系统来的,不是伊丽莎白,啊,就是我那个朋友在那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我不覆述啦,大佬,如果不是,他在那里说,情绪是这样的啦,一天百多见,那我都有讲小小好话的,看看玩不玩得会,我就说,喂,那人家那些,你可以,就是尝试,人道化处理下,但是他都是那句,这么多见,我们就真的很不人道啦, 公司啊 我不知他是不是有肾 他有8个小时一间 新来的尿不湿就4个小时一间 跟着呢 又加肾不加肾 目前做到踢了脚那样 那我当然就不乱入的啦 问他有没有空玩俄罗斯方快吗 没有这些东西的嘛 那有院舍的院长这个叫陈瑞华 他说到大部分的家属都不愿意给这个长者撑科技伏技 就只有少数家属呢 是会带上自己那些老人家走过去撑科技伏技 那他开探啦 那这里你听下先啦 他这么说的 必然要是这么说 政府要他这么说 他就说 哎 有没有撑科技伏技 那个状况呢分别极大 他说分别极大啊 但是不是他们说的吗 六成嘛 突然之间有分别极大的 就是他说的是什么呢 那跟着儘管近日那个数字有所回落 哦 就是你不可以掉以轻心的意思啦 所以呢 就要撑科技伏技 那你见目前呢 他们都无计可施的时候呢 就有科技伏技可施哦 就是他又会跟你说 怎样应付好啊 那就撑科技伏技哦 喂 撑完都是这样哦 比率都是这样哦 他们撑得不够虔诚哦 第三重天哦 第四重天哦 甚至乎立法啦 他们没做足那么多重天哦 都是那句啦 香港那个 撑科技伏技的比率呢 就一早已经是灌绝全球那样的了 不过很多人都在那里说啦 你科技那只不够虔诚啊 其实就不是 因为英国呢 他那只亚技和科技用的都是灭活的技术 那你不应该呢 就刻意这样贬低 国家的产品的老实说 所以你九成就是九成 你英国都是的 他看下什么人分流的嘛 什么是适合那些亚技的 什么是适合那些伏技的 那他有个分流的措施 那但是最实际的那样东西我都是觉得 如果他真的逼到埋伸的话 你就买多份保险才去咯 那我从来都是给敷衍的方法大家 那你没理由不认同这样东西的 买个保险 你明知生命是接受一个小威胁什么都好 那你买了你有傻的嘛 就是最后建议就是这个啦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请订阅点赞 订阅 进行为 两点 就没有